整个2021年,我经历了考研、报研和留学申请,最终还是坚定了去留学的信念。 2018年,我以高于本科专业录取分数线37分的成绩进入了一所双飞大学的师范专业,但是高考分数和本科学校档次的差距让我怀揣着不甘,因此我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了学习当中,也取得了较高的基点,当时我还没想过留学。 到了大三,我开始规划考研本校的教育专术,为此,我早早就收集齐了大量的资料,比别人早几个月开始了考研的复习。 父母清楚我考研的艰辛,有一天,妈妈跟我说,考研那么难,要不是是留学吧?这句话让我仿佛又找回了那些年的雄心壮志,考研和留学的天秤渐渐向留学一边倾倒,我想一心意意地准备留学,但是父母建议我两条腿走路,即使我考上研, 我也还是会在双飞学校。妈妈后来告诉我,这句话打动了她,爸妈知道我心有不甘,对本科学校有遗憾,也希望我有更好的发展。 他们开始全身心地支持我去留学。2021年3月,我正式开始了申请的规划,查询了许多资料后,我把较大当作心心念念的大学。 G5和港3根本想都没敢想,但问了许多中介老师,他们却都告诉我,我的条件不是很有竞争力,甚至连身较大都有不少难度。 有次百度留学中介的时候,我加上了指南者留学难兼得下选老师的微信,他坚定地告诉我,我完全可以去香港科技大学的数学教育,我能去港3,对当时还没雅思的我,这句话像黑色的苍穹撕开了一道明亮的口子。 我开始跟姆丽的备考,两个月的备考,让吴艾斯就考出了首考7分的成绩。 在这过程中,我的妈妈也和夏老师保持联系,她在留学方面的专业能力让她非常认可。 慎重考虑下,我们最终选择了指南者留学。 经过和夏老师的认真讨论,我们的选校方案敲定为伦敦大学学院、爱丁堡大学、港大、港科大、港中文, 也在准备留学的朋友说,这五所学校,你被哪个录取都特别厉害。 21年7月,我的留学申请不入正轨,8月,我的文书就全部搞定了。 印象最深的是港中文的PS,亮点语句写出了我没说出来但想说的话。 妈妈说,港中文的PS这么好,不会最先来offer吧? 没想到后来一语成衬,21年9月,在指南者老师的帮助下,我快速搞定了申请材料, 依次递交港科大、爱大、港中文和UCL的申请。 与此同时,学校保研名单出来,我的名字赫然在列, 而我所做的,是在名单出来的当天,就向学院递交了自愿放弃保研的说明。 因为在我心里,无论是考研还是保研,都不是我所追求的了。 11月,12月,1月,2月,后面的每一个月里,我都收到了一所学校的offer,最终四头四重。 作为本科双飞的学子,收到四所QS前50的大学offer,我真的十分开心。 我恨不得将自己批成四半,每一半去一所好大学读书,将他们统统体验一番,考虑种种因素, 包括离家远近和工作的去留等。 我选择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数学理学设施作为最终去向。 由于香港签证的政策,我说是毕业后可以有一年在香港找工作的机会。 如果没能留在香港,我就回到内地做一名中学老师。 不管未来怎样,我都会踩着时代的古典,向未知深处走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